由柳德華、謝霆鋒主演的動作電影 舉行開鏡儀式 分別身兼監製和動作導演的華仔 以及霆鋒 聯同一眾演員班底 包括呂良偉、陳家樂、沈振軒 內地演員矢沙 還有特別演出的許冠文 和導演郭子健等齊齊出席 只聽鎮容都夠吸引 和霆鋒相隔十二年再結片員的華仔 就大讚這位後輩成熟了很多 成熟了很多 而且在過往的日子裡 看到他參與了很多不同動作的表演 但一直都覺得他是有能力 在這一方面發展下去 既然是在一個這麼好的時間 希望我們香港能夠 有一個下一代的動作明星出現 我希望是假藍、假的藍 有的 其實每一部電影都希望 在動作上有新的創作 還有大家會難忘的一些場合 希望今次也會有 陌生的精神是否是很大場面 今次是否真的會再更大的場面 會嘗試的 但又不是用大不大去衡量 希望大家會難忘 新戲雖然並不是以故導演 陳陌生為作怒火的續集 但作為Benny舊拍檔的華仔和亭豐 都特別希望可以透過新作 以全新方式延續Benny的精神 就連新戲的名字都是華仔親自改的 在這一部 其實希望可以保持到 Benny導演的一些精神 但我覺得亦都要在香港動作 這個範疇裏面去創新 他一直都會希望用很多新的演員 由新人類開始 他們都會有很多在畫面 或者在意念上 或者在組合上 其實今次我們都想了很久 希望可以 除了我們兩位之外 希望可以帶到一班其他 不同的新一代的演員 我那邊其實大部份都是新的 紫沙 我們亦都有個新的秋藍 他們很年輕 但是亦都是這種天真無邪 未被圈染的 一些他們的眼神 那個動作 會做到很多身體語言 大家是 咦 這一陣味是我們未見過的 我們這邊亦都是 大家在過往的一、兩年 新的演員裏面 都會出現在我身邊 今次我們這邊 就多了一個內地演員 謝苗 他在動作上 亦都會有不同的演出 電影邀得許冠文這位大前輩加盟 令第一次和Michael合作的雷哥感到很興奮 許冠文 Michael哥 他是我們小朋友當時的偶像 看著雙聲部戲長大 我們看到他 我們都很開心 你們兩位覺得 劉先生他是一個怎樣的監製 我第一次拍他監製的戲 我覺得他的監製很認真 和很負責任 他不停都在想著 怎樣可以為這部戲更加好看 他去量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給大家 劉先生始終是一個很超級英雄 他舉手投足 他也很吸引我看他 但我要控制著自己在現場對他那份愛 盡量他在那裡 我都令我為時被他吸引我 因為他太吸精了 此沙、謝苗這兩位內地藝人 都很榮幸可以和那麼多前輩合作 說到和亭豐初見面 和受訓時的點滴 此沙立刻變聲聲眼 毫不掩飾對亭豐的崇拜 我值得學習的東西那太多了 我提前差不多一個月來這邊訓練 其實我那天第一次來跟他接觸的時候 跟我想像當中還挺不一樣的 之前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唱歌和演技方面 但那天他對動作方面還那麼研究 而且特別細緻 他給我設計了一套特別帥的 那天我去練了一下 但是好多細節他都要把控 包括剛剛拍了那兩個鏡頭 他說你要怎麼走位 那個鏡頭怎麼拿上來 要更酷一點 然後眼神更有力量一點 都有提到 所以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